雨漆雞都忍不住落淚 因為怎樣也沒有想到70歲的爸爸還有家人 直至在家休息看電視 卻被鄰居衝進來一陣攻擊 超級莫名其妙 陸下語音只見對方不斷叫囂 事情發生在高雄林園 70歲的老父親行動不太方便 11號晚上8點多在家裡看電視 而45歲的球星男子就擅自走進家裡一陣猛打 導致老父親雙肩紅腫 這時女婿聽到聲音趕緊下樓 沒想到也被打 身上跟地上都是血跡 額頭縫了九針 就連14歲的孫女也遭受攻擊 在這邊嚇得要死 我那時候人已經在醫院了 他就兩度跑回來嗆聲 楊先生說他們一家七口住在這 知道對方住對面 但平時也沒有交集 更沒有交惡 不知道為何對方就突然闖進家中攻擊 感覺喝醉酒 還惡度回來叫囂嗆聲 但全家人已經嚇到不敢出門 根據了解45歲的秋男平常賣菜 還有開製作餐 而警方巡線追人 12號下午3點多秋閒到案 他共稱是因為對方長期停車 擋住門口出入的問題 才會引發糾紛 因為停車的問題就衝進別人家打人 就連小孩也不放過 秋夕男子後續被移送偵辦 得為自己的行為負起責任 靜新聞陳勝一 陳山山 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我們盡量版的頂 w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